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 编辑几率分配函数 首先我们先假设说 X跟Y是间断型的随机变数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们的联合几率分配 那么什么叫做编辑的分配呢 就是我们X的 那就我们就让Y跑一圈 我们所谓的跑一圈就是说 它是把所有的值全算进去加起来了 Y跑一圈 那就是X的 如果说是Y的呢 就让X跑一圈 跑完了 X没有了 那就剩下Y的 这就所谓的编辑分配函数 那么为了让各位同学看清楚 我们还是要做例子 比较能够容易了解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就是 很简单的一个例题 就是公正的铜板两次 丢铜板两次 随机变数有两个 一个叫做X 一个叫做Y X的是表示正面 那么Y表示反面 那么请问联合几率随机变数 XY的几率质量函数 还有X的边际几率分配 我们要怎么写 首先我们先分析 这个里面所有的可能性 XY的所有可能 丢铜板两次 当然不就是正正 要不然就是正反 再来就是反正 再过来是反反 那么我们XY的话呢 的变化就是 这个正正当然就是 两个 二零 二正零反 二零 这是一正一反 是一一 一反一正还是一一 两个反就是零二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把所有的 就是几率的质量的函数 列出来 这个地方我们做过 所以我们的话可以做快一点 这个地方是X Y X的可能全部列出来 X可能就零一二 Y的所有的可能 也是零一二 现在我们把它所有的可能 将它的几率填下去 这是几率哦 这个表上面的是几率 零零的几率是零 没有 它不可能发生 一零的几率 没有 二零的几率 有没有呢 有 它是四个里面的一个 那么零一的话呢 不可能 一定要两个加起来 要二 一一有没有 有了 这是四个里面的两个 二一没有 事实上只有对小线才有 零二是多少呢 零二是四分之一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质量函数 所有的可能 现在他要问的是什么 边际 什么叫做边际呢 我们按照这样的算法 它好像是靠边的 就是边际 怎么说呢 各位同学看 我们把它画开来 边际的意思就是 X的边际 就是让Y跑一趟 让Y跑一圈 那么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X的值 X的边际 那就是X的函数 X等于零的值是多少 四分之一 我们加起来 四分之一 来 X的话呢 等于1的值呢 四分之二 就是二分之一 那么Y的跑一趟 我发现只有这个值而已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边际几率分配 那么可能是因为它靠边 所以我们叫它边际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 就是连续的边际几率分配 连续的情况跟 就是间断的情况 其实是类似的 那么前面的话呢 是让Y跑一圈 这个的话呢 就是以Y为变数 对于Y来积分 那其实是一样的 它是由对于Y来积分 那么我们的话 就把另外一个变数 让它跑一圈就对了 跑一圈就是积分的意思 那这个地方 我们是想要算X的 就让Y 全部都积一圈 由负无限大 积到无限大 当然还要看我们定义上面的范围 看看下一个例题 连续几率分配的一个例题 是这样说的 有两个随机变数 X跟Y 它的几率密度函数 这个地方 既然说到密度 那这个地方是所谓的连续型的 它分成了分段定义 X的范围是0到2 Y的范围是 也是0到2 那其余的一律都是0 我们要问的什么呢 X 当看到了这个边际 几率分配的时候 要算X 就让Y跑一圈 好 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是积分 当然要积分了 然后我们照说的话 要对Y来积分 可是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0.25 照样写0.25 然后对Y来积分 底Y 那现在问题是Y的范围 不是负无限大到无限大 它是0到2 我们就填0到2 这个它是数字 所以我们就直接增加了一个Y 范围是0到2 我们带进去 0到2 所以这个答案是 0.5 这就是我们的 边际几率分配的函数 那么它有一个Y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来说 它是一个常数函数 这个是一个常数 X的范围 我们还是要列出来 我们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字 我们是要当作是一个函数来看 那么Y的部分 那当然做法也是一样的 我们按照这样子的双变数函数带进去 0.25 这个地方是要对的是DX X的范围 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算出来 那完全一样 算出来以后 它也是0.5 不过这个地方指的是Y的函数 所以我们这边是Y的范围是 0到2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边际几率分配函数 这个边际的部分 事实上就是让另外一个变数 跑一圈 这样子的想法就会比较简单 现在我们要介绍 双变数函数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它是否独立以及相依 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呢 我们可以从联合几率密度函数来看 这个是双变数函数 双变数函数 我们可以产生什么 可以产生单变数函数 利用的是把Y跑一圈 要不然就是把X跑一圈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来的 就是边际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可以由这边产生过去 但是我们知道的两个边际 X的跟Y 可不可以倒推回去呢 答案是不一定 要能够倒推回去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它必须要是独立的 如果说联合的 可以等于分开来两个相乘 我们就称为XY是一个独立的 独立的变数 我们可以拉开来各做各的 否则的话呢 那就是相依 那么我们现在要了解的一个很重的观点 就是说X跟Y相互独立的话呢 它的联合几率就可以用各自来相乘 相乘之后就是变成合在一起了 如果说它不是独立的话呢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够相当于是这样子讲 这是XY 这是一个在两边上面的 从侧面看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 但是不能够看到它的全貌 就相当于它的投影一样 所以说如果是相依的话呢 联合几率密度函数 没有办法 它们一定要各自的来描述 就是它中间的话呢 是有相互的影响的 那么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 就是编辑的一个观念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 编辑它是由联合的随机变数的话呢 所导出来的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的来说的话 我们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于 它独立跟相依之间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这一部分都对于